警方客槍實彈架起長屁 一個一個往豪宅二樓爬 現在時間 104點11月18日 11時 攻進現場時 裡面的詐騙集團還渾然不絕 正在進行電話詐騙 警方鶴令全部12人全趴在地上 這個集團專門詐騙大陸民眾 假冒是大陸郵政語音電話來亂槍打鳥 先是竊取個資 再假冒檢察官 說對方帳戶涉及刑案 注估詐騙金額上千萬台幣 嫌犯還相當狡猾 一兩個月就會更換詐騙機房 附近就架了非常多監視器 而且平常很少出入 在出入的時候 我們也在跟尖當中 也很明顯的發現到 這個集團他們車子在行徑當中 都很會一直會閃躲 台南還發生另一起 同樣假冒檢察官 詐騙民眾的案子 這名被壓制在地的16歲少年 就是假冒檢察官取款的車手 透過監視器 也可以看到 他拿著一個黑色的公示包 就在街口行蹟可疑 圓警徐羅發現後 靜待旁邊觀察 果然當場人贓俱貨 有一個老翁 拿著一個塑膠袋裡面 裝著現金交付給他 於是我們的圓警就上前攔阻 成功的發現說 這是一起假檢警詐騙案 老翁當下才恍然大悟被騙了 他說這個詐騙集團前一天已經拿走82萬 今天又要來拿115萬 索性警方及時釋破 才沒讓他大破財 記者綜合報導